看見18隻 其實射一套 也有800多箱 速度也非常快 大家看到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介紹輕老貫通裝 我自己玩過 覺得相當不錯 這套裝是怎樣的呢 讓大家看看我現在的裝備 第一個是玩信龍的輕老 本身有40會心 我自己做了強化零件消音器 令後座力和裝填都最快 以及極小 另外白龍也強化了會心率 所以由40會上升到46 然後是懸角龍頭盔S 懸角龍S頭盔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想要貫通彈強化 貫通彈強化 然後是貝殼S服飾 這個貝殼S服飾 也是要貫通彈強化 沒什麼特別的 通常彈也有 然後是死神S 雙手 這個要精神斗首 到了金色帶 就是需要超會心 而金色下場也是超會心 以及有屬性... 力量解放 不是屬性解放 然後就沒什麼特別了 然後就真的沒什麼特別了 對了 跟大家介紹 大家看完之後 你會看到 我們的核心技能 其實是打會心 所以需要有超會心 以及精神斗首 是要幫助我們加強 更加高的會心率 而彈道強化 就可以令我們更遠的距離 射到敵方 也可以造成一個不錯的傷害 如果沒有這個彈道強化 可能要再近一點去射對方 超會心很簡單 會心的時候造成1.4倍的攻擊 基本上一定需要 如果打會心套裝 除了輕腦之外 所有的你只要打會心 你就需要超會心 精神斗首方面 技能發動時會心加30% 因為精神斗首是滿氣的時候 它就會發動 所以我們輕腦的時候 基本上長期 你只要不斷射 其實航氣會回頭 所以是有用的 彈道強化 剛才跟大家說過 增幅大距離 所以我可以射遠一點 接著就是貫通彈強化 會增加大幅提升貫通彈的威力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射貫通彈2 其實不僅是最後的 還有裝填速度提升 就是提升腦槍的速度三階段 即是我們上彈道 接著就是後座力減輕 後座力減輕是要視乎什麼彈道 我這裡有兩個後座力減輕 待會再跟大家看看是什麼彈道 接著就是翼製偏移 翼製偏移 也是幫助我們做一個比較穩定的 接著就是力量解放 力量解放就是技能發動 會減低耐力消耗30% 以及回心 接著就是衝突彈 這些就是之後的技能 這些就是因為有些裝備 一定要加上技能才會有 核心技能說過了 因為我們打會心 所以一定要有超會心 還有精神抖授也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因為射貫通彈 所以這次有貫通彈強化 看看我們的腦袋 直播中有很多兄弟問你 你的腦袋的裝備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看看 索性製作一段影片 這把腦應該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這把腦袋是打什麼的 這把的信龍帽就是 你會看到它有速射功能 速射功能就是貫通彈 貫通彈可以做後載力小 以及最快就是一個最好、最舒服 大家輕鬆打最舒服的設定 你自己再去自行決定裝填速度和後助力 即是技能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裝填速度和後助力減輕 這些都可以幫助你 你自己調節 如果你玩輕老的時候 你再自己調節你用的蛋的後助力和裝填 這樣就完美了 不僅僅是玩這套裝 大家可能玩輕老的時候都可以注意 例如現在麻痺彈的後助力大 我又想玩麻痺彈 玩得好一點 大家可能後助力減輕就要達到3%了 自己再去調節 另外這套裝護石方面 如果你想再調節的話 就要做漢破達人 又或者是做攻擊 令整體上攻擊上升 就是這樣 另外這把迅雷帽 也可以打貫通彈1 但大家一定會打貫通彈2 貫通彈3都可以玩 但很可惜沒有速射功能 這個大家要注意 另外就是減氣彈和麻痺彈 我自己也試過 麻痺彈1都很足夠 當然如果帶麻痺彈2都可以 但是麻痺彈2很可惜 就是後助力大了一點 減氣彈也是相當不錯的 麻痺彈1都可以打貫通彈1 即是帶12個飛出去 基本上都可以打貫通彈1都可以打貫通彈1都可以打貫通彈2 如果帶麻痺彈2 很大機會可以打貫通彈2都可以打貫通彈2 減氣彈也是一樣 斬裂彈方面也是一個不錯的 這把輕人也不錯 跟大家試試這把輕人究竟有實力如何 好 我們用一下 來了 打頭 看見18 其實射了一套 也有800多箱 速度也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不足20多秒的情況下 已經打了幾百攻擊 接著是幾千箱 大家可以看到相當暢快 大家可以看到 好 這套東西一定是打貫通彈2為主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可能大家剛剛開始玩的時候 不知道為何有這麼多紅斬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紅色一滑滑的就是暴擊的顯示 即是大家看到這裡不斷爆紅色 其實你的會心正在發動 即是你的會心是不停地發動的 大致上這套裝備就是這樣玩 大家砌裝備的時候 不妨去看看核心技能吧 因為有很多兄弟都問 究竟玩一件裝備是怎樣玩呢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它的技能需要些什麼 你就容易砌裝備 也不是很難的一件事 這套裝備希望可以幫到你 以及大家可以分享給新手的朋友 當然啦 如果你說新手的朋友 可能金獅子的裝備會有點麻煩 到後面才弄到 但要知道核心技能 也容易砌裝備 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 下支影片見 感謝大家觀看 拜拜 關於核心技能 自我角度收視你 例えば 晚上